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六个月内快速审议完毕 新北市都根处表示 为了落实都市更新的推动 已经在资讯公开 程序简化 审议健全等方面提出相对精进的作为 现在又有106专案计划加码 相信可以让案件行政效率再提升 预计可以大幅的减少一半的时间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天气炎热 不少民众都会选择到西边细水消暑 不过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大队长高宗奇就提醒 一定要选择到安全水域环境 并且有救生源注点 同时一定要留意气候的变化 才能够确保细水的安全 天气逐渐炎热 许多民众都会到山区西流边细水 图个消暑凉快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就指出 根据历年统计 6到9月是溺水案件的高峰期 近两年来 在辖区内就发生过三件青少年细水溺壁的案件 都是发生在暑假期间 因此大队长高宗奇提醒 务必要选择安全水域环境 尤其一定要有救生源注守 才能够避免意外发生 民众如果要选择细水的地方 那尽量选择有救生源注点的地区 那如果任何气候的变化 导致这个溺水的暴涨 都可以有这个救生源 可以来及时来做这个抢救的工作 新北市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大队长高宗奇表示 由于这几年来天气异常变化大 午后常有强降雨 导致溺流暴涨 像是日前就传出有游客到雾来溯溪 一度受困和失联 所以在前往细水时 最好先查询天气状况 如果察觉溪水突然混浊 或者是有大量树枝漂流 也都要特别的注意 同时在消防队等单位 进行巡查或劝导时 一定要遵守 以确保细水安全 实时可以注意这个天气的状况 天气的变化 那同时新北市消防局 也跟公所还有观光旅游局 我们也会同步的监控天气的状况 那如果遇到山区强降雨的时候 我们也会启动巡查的机制 那这时候民众只要 就是遵从消防人员 以及公所人员 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引 该上岸就尽数上岸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 这个细水的安全 而往年新北市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都会到学校进行宣导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则改由影音方式 让学生能够认识各项水域安全知识 并且呼吁家长共同关注 让孩子到有安全防护设施 以及有救生员的水域 从事水上活动 把握细水安全原则 才能够玩得尽兴 平安回家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永安里黄金资收站 就设在里内的环保公园内 每个月的双周四晚上 和双周五早上 都会进行资收作业 日前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资收站 透过里长林七一和志工的解说 认识了垃圾如何分类 以及回收再利用 让环保观念从小扎根 新店区永安里的黄金资收站 就设于环保公园 每个月双周的周五早上 都会看见志工们 忙碌地整理各种资收物 日前一群新店幼儿园小朋友 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公园 每个人手上都拿了 从家中带来的资源回收物品 刘静纯老师表示 因为在这学期的课程中 曾经采访里长 并且认识社区 得知在里内设有黄金资收站 因此希望透过实际的体验 除了了解里长和志工的辛苦 也让孩子们能够认识垃圾 如何分类 进一步爱护环境 请孩子们从家中带资源回收来 然后带来这边 让他们实际去资源回收 那其实同时也是 一方面是他们想要例行 去感谢里长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学习 就是保护地球 爱护地球 爱护我们这个社区的环境 这样子 永安里里长林轻一表示 黄金资收站 除了提供里民 能够回收家中物品 更希望能够借此传达 环保观念 真正落实垃圾分类 也认为环保观念 就是要从小扎根 所以当幼儿园提出了 想要让小朋友体验 了解资收站的情况 就马上答应了 同时协调志工 为小朋友进行简单的说明 认识分类的物品 资源回收的观念 是应该从小就建立 所以我也很高兴 他们今天能够拿 拿那个资源来 回来我们这边回收 让他们自己知道一下 认识怎么分类 然后怎么样 以自己小小的行动 就可以爱护地球 位于环保公园内的 永安里黄金资收站 在每个月的双周四 晚上七点到九点半 以及双周五的 早上八点到十点 都会进行资源回收工作 由志工协助里民登记 称重分类和搬运 里长林轻一表示 环保公园 本来就肩负着 教育场域的功能 非常欢迎学校的小朋友 能够一起来学习 各种环保知识 大家一起来爱护这片土地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教育局 今年推动高中参与式预算 竹林高中就以越南文化教学 和体验申请计划补助 以及办理活动 校长严立珠表示 活动中的规划内容 是经由学生讨论 并且提案投票 包括了传统服饰介绍 特色料理 当地交通工具的重现等等 透过这样的过程 培育学生的公民素养 和国际观 新北市教育局 从今年起 推动高中参与式预算 让公民参与的精神 能够深入校园 位于中和区的竹林高中 就透过高二专题实作课程 以《越来越爱你》为主题 举办了越南教学 文化和体验等活动内容 校长严立珠表示 学校非常重视 学生的国际力培养 这次经过校内的提报 投票通过了八项方案 包括了越南传统服饰介绍 人力车 彩绘水牛 以及当地特色料理等等 他们的一个饮食文化 所以我们这次也有 那个传观活动里面 也有饮食文化 那当然呢 跟我们的生活周遭 一定要比较能够认知清楚 所以呢 我们从他们的服装 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人力车 还有他们的一个水牛 对那种农业文化的一个认知 所以呢 陆续呢 就是制作了 这样八个 这样子一个活动 对于参与式预算 推动不遗余力的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 也特地到活动现场关心 他表示竹林中学 周边以东南亚新住民居多 校内也有部分学生为新住民 所以以越南文化为 办理计划的主题相当适合 同时借由这样的参与式预算 不仅让学生和社区 产生互动与连结 更进而在参与的过程中 认识公共议题的推动 培育公民素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可以跟社区结合 这也就是参与式预算的精神 我们可以跟社区互动 然后跟公民赔利 那相信这是落实以后 自己的公民社会责任 活动中还邀请了幼儿园 小朋友和社区居民一同参与 小朋友第一次坐上人力车 显得很兴奋 另外还重现了越南 每年春更大典会举办的 水牛牛蹄彩会 而负责介绍越南料理的 陈同学就表示 现在因为疫情关系无法出国 但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不用出国 也能够认识越南文化 享用到越南美食 让我对越南更加了解 而且现在因为不能出国 然后又加上 那边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很想吃到 那又刚好就有这一次 我们就可以吃到越南的美食 我们在这几年来 我们已经有办理了 相当多的文化 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参与 这个参与式的预算 以及让孩子们真正参与 像民主的一个教育的部分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借由参与式预算计划补助 鼓励各高中让学生 学习民主精神并拓展视野 而这次竹林高中 能够将新住民文化 结合参与式预算 不仅使得学生素养的养成上 更多元 也更具有国际观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QA大叔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兴不只是3000大兴电 正兴有礼 今生办有线电视 或者是网路 就可以参加抽奖哦 总奖金4万元超商礼券 等你来抽 正兴有礼 快拨打2917 393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人都会以为自家门口就是自己的停车位 还为了停车强势的挡车或者是乱化别人的车辆 这下惹上官司麻烦一大堆 今天QA大叔就要来跟你说明白 别为了一个停车位伤和气 也千万不要长期占用工友停车位 一个不小心可是会变成被告哦 QA大叔帮您来解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都市当中 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扰 就是车位难求 对 是 是 没有错啊 我告诉你我的停车位 我是住在外面的 所以我每次只要要去开车 我就要骑个机车到很远的停车场去 然后再换汽车 我也很困扰 所以呢现在的车位是一位难求 那不只是一位难求 而且呢因为车位而产生的纠纷就越来越多了 那尤其是住在这种老旧社区的人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碰到很多 你看有人的门口 门口有放那个锁的一台机车的 对不对 有的呢 对对对 花盆 对没有错有花盆的 你还有看过更奇怪的吗 我还看过 有绑一只狗的 然后有的呢 那个那个南部一点 我还看过那个照片 说有绑一只儿的 然后呢有的是丢个轮胎啦 锁个什么椅子什么东西的 就把这个车位站起来 那有一次呢我就调节到一个案子 是这样子 那一个阿华 他就这个 这个自己在这家的旁边呢 用一个自行车 那其实已经坏掉烂掉的自行车 他就把它锁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呢 回来的时候一看 有一台车把他的那个车子 把它移开了 那个脚踏车移开了 然后停上自己的车子 哇他很生气 他就是虽然他的那个 有链子还是移的动 他在那边等 然后呢他还叫里长去广播 说请人家这个车子 把车子移开 其实呢 那个里长还算聪明 他没有去广播 因为里长知道说 那个车位不是你个人 私人的停车位 他在这个公共停车位 里长有什么资格 叫别人离开呢 没有资格 所以里长没有去广播 但是呢 这个阿华呢 他就很生气 他干脆就用自己的车子 就挡在那边 然后人就走了 然后呢 回来一看 他车子还在 越看越生气 他干脆呢 就就就就拿那个水彩 就站在车上 给他吐来吐去的 因为那个阿华 实在是情绪真的控管 是比较不好的 结果呢 等到晚上的时候 车主来了 就小张就这个开车 车主一看 他车怎么变成这样 然后呢也出不去 然后呢 两个人就告了 就告起来 那告起来要怎么告呢 其实啊 这个小张呢 就被这个阿华 因为阿华的 他占有的车位嘛 那阿华就很生气 然后就说 我的脚踏车 你把我移动了 不见了 然后就告你怯道 那就告那个小张怯道 哇 那个小张更生气啊 他知道了 他告他怯道以后 那个小张呢 就告那个阿华 告他什么 怯战 因为那个地不是你的 你怯战了 这个公共的土地 然后呢 你不让我车子出去 那一天就拍照嘛 然后叫警察来 我就告你强制罪 然后你车子 还帮我画来画去 我告你毁损罪 哇 一个简单的提供问题 没有错 有这么复杂 我告各位 对 那个 我讲 长期占有 不见得土地 就是你的 有些 现在人 很多人观念都错误 以前那种观念想说 这个地我占久了 就是我的土地 不是这样子 土地是登记制 不是你的 就不是你的嘛 对啊 是不应该占 没有错啊 那怎么处理 很难处理啦 这个其实这种 停车会很难处理 因为大家都是邻居 对啊 邻居好商量嘛 对 有的时候就是默认了 那就你停吧 然后呢 偶尔 那所以说 万一你被别人停了 你也不要骂 也不要 那你就等一下 等他离开了 你再停 是啊 以和为贵 对观众朋友 我知道你们很良心 是良善的 但是呢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冲动起来 冲动起来就受不了 那好 那这个案子怎么办呢 两个告来告去 谈呢 大家谁都不愿意 跟谁道歉 那 我在处理的事之后 我就一直在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我想也利用今天的节目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 来说一下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在这种公共的土地上 你要停车 你不要去长期占有 因为你长期占有呢 你就真的 你就会被告这个怯战呢 是容易成立的 因为呢 你有一个要件很重要 你不能够长期 对 你临时停车 当然是临时停车嘛 所以我在想说 有时候大家互相忍耐 对对 对你 我们观众朋友 说的这样子没有错 当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跟人家争吵 有的时候 你不见得是有道理的嘛 对啊 公庆变蜀柱啊 没有意义啦 好话说 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在乎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想 当你碰到这个停车问题 两个告来告去怎么办呢 两个告的都是这么 名誉这么不好的罪 后来我就跟他们解释 我说 在这种私人的停车场 这种私人的位置 停车的原则就是 谁先到 谁先停嘛 那不该你停的时候 你就不要停 那你要长期的给人家占用 你也要知道 切到罪会不会成立啊 没有 我不晓得 因为呢 切到罪它很难认定 切站 因为你要有长期 站为私有的目的 才比较能够成立啊 但是呢 我们观众朋友记住 停车这个问题呢 你不要冲动 有时候路边停车 就看到经常争吵嘛 不要冲动 先吸一口气 要不然呢 你所有的做法呢 都会触犯了法律 所以我想 我们利用这样一个节目呢 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经验 碰到车位问题呢 冷静处理 那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都可以到我们 大兴电 有兴电视的 这个粉丝专页 来跟我们留言 我们都会尽快为你解答 接着来看 波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感受最数位的光纤套餐 申办光纤上网指定专案 向数位无限核 再赠Google Nest Mini 每月只要699元起 速洽2917 3939 台大双响内外接通 申办台大双响案 再加响60枚光纤上网 行动上网不限速 吃到饱 再赠Google Nest Mini 速洽2917 3939 配合新北市政府交通政策 从7月1日起 新巴士F705 F706路线 转型为市区公车592路线 欢迎多搭乘利用 新北市政府呼吁 防范新冠病毒 请民众咳嗽戴口罩 使用肥皂请洗手 不吃生肉生蛋 不接触野生动物 请鸟 不前往活情市场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 8月1日下午2点到4点 邀请廖一群主讲 青少年游戏开发体验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以上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 YouTube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